这是美国参议员J.D.万斯在国家级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场讲话 作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一登场就火力十足 万斯在全美范围知名度相对较低 他是一名耶鲁法学院毕业生 曾在美国军队服役六年 他担任民选职务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当晚他的夫人乌纱万斯介绍他出场 他被选中来帮助带领我们的国家度过一些最大的挑战 我很感激你们所有人对他的信任 17日晚不仅是万斯向美国大众介绍自己的一个机会 也要证明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资质 我们一起确保我们的盟友分担保卫世界和平的重担 不再给予那些背叛美国纳税人慷慨的国家免费变车 党代表们说他们并不介意万斯缺乏经验 我们选举的是潜在领导力 他已被证明有潜在领导力 而且他不是我们这样的老化石 他们也不介意他过去批评特朗普的言论 我喜欢他很年轻可以被塑造 他拥抱美国优先理念 这点我也欣赏 我认为在特朗普的指导下 他可以走得很远 在这个聚焦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夜晚 特朗普的儿子总结了选民们面临的选择 这是介于美国骄傲的人 和以美国为耻的人之间的选择 最终这是一个美国最后还是美国优先的选择 共和党党代会将在18日晚间 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提名演说 落下帷幕 这将是他在一场暗杀企图下 幸免遇难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 米尔沃基 共和党党代会现场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